蕭勇達議員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下午第一個執行是蕭勇達議員 好 感謝主席 爾登議員 各位市府同仁 議會同仁媒體朋友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們最近在講政府的財政 政府的財政它有兩個主要數字 一個是存量就是債務餘額 高雄是有兩千三百多億 這個短期之內很難處理 大家比較注意的是 預算赤字就是流量的部分 存量的部分短期很難處理 流量的部分每一年的預算的流量 就是舉債還本 在104年的時候是115億 那今年降下來是74億 換句話說少了快41億 那我後來注意 這41億到底我們的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舉債少了40億 那主要的錢 其實我去年在審預算的時候 我就特別注意到這條錢就是 我們還給健保局的錢 在104年的時候 勞健保的欠款 我們是還 42億9千萬 然後105年我們是還2億 換句話說呢 少還了快多少呢 少還了快40億 因為你這條錢呢 勞健保欠款少還40億 所以你的舉債呢 大概也少了快40億 大概 所以這一條錢主 會決定什麼呢 勞健保的 其實還款呢 會主要會決定在每一年 大家議會炒半天的舉債還本 你炒半天其實 決定就是這一條錢而已 就是 今年的狀況 所以我來先來請教那個李局長 目前 這條是勞工局主管的 目前準備的做法是什麼樣 今年還2億2千萬 然後106年準備還多少錢 來請李局長回答一下 請李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關心 那麼高雄市目前 那麼機械這個勞健保費 那麼勞保分是125億 那麼健保是145億 總共是270億 這是本金的部分 假設加上利息的話 還不止 因為那健保規定要有利息的負擔 大概可能差不多要20億左右 所以總價是290億 那麼對於這個欠款的部分 我們都分別跟那個中央 包括這個勞保局跟健保署 訂有這個所謂這個 7年的還款計畫 這還款計畫 那麼 假設是 100 106年是不是 剛剛議員問是106年嗎 是不是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 從99年開始 99年還24億 100年還67億 101年還82億 102年還64億 103年57億 104年 42億 105年 突然之間 好像政策改變了 說 因為南北 不公平 對台北跟對高雄不公平 所以政策突然 好像大轉彎 不願意反了 然後講的道理 我聽起來也是有道理 也是支持的 所以支持沒關係 但是我支持你 我要知道你到底主張是什麼 你們主張 現在的主張是什麼 那麼 我們主張是因為說那個 那麼 中央對這個北高兩制 這個 積欠勞健保肺的補助 那麼是採取所謂 這個非涉及的這個原則 那麼這個非涉及的原則 那麼 坦白說 當初這個台北市 在跟中央政治 勞健保這個負擔的時候 他們是主張說 那麼 照法令規定 是只要說在什麼地方工作 那麼 勞工 勞健保肺 就應該有當地的這個地方 政府來全部負擔了 沒有什麼涉及跟 非涉及的問題 那麼 台北市當初主張說 那麼他只負責這個 涉及台北市 是你他願意負擔 非涉及他不願意負擔 為了這個跟中央這個 可以說打行政官司 那麼最後這個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是 那麼這個台北市 這個主張是敗訴的 換句話說 他主張說涉及非涉及 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不過後來那個 中央在這個 對這個 台北要兩次 老健保育補助 還是採取台北市主張 用非涉及的方式 來做這種補助的原則 換句話說 他基礎本來就已經不合法 不合理了 再加上說 用非涉及的話 對高雄市非常不利 因為這個台北市 非涉及比高雄市 非涉及比高雄市 要高很多 所以這樣 相加起來的話 那麼對兩個市的這個 這個補助款 倡差非常大 那麼我們曾經統計過了 那麼 補助台北市總共是 412.81億 高雄市是 61.16億 換句話差距高達 350億.6億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們目前就主要是 希望能夠向中央 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 補助款的補助 對 我支持你們的主張 因為就是說 南北的財政本來實力就有差 然後補助款 又台北遠遠高於高雄 所以目前我們欠290億 你們去爭取 這沒有問題 我支持你們沒有問題 因為 非涉及的因素 只是因素之一 你也可以用土地面積 用人口 很多綜合因素 但是因為馬英九當總統 他為了土利台北 就故意以非涉及為主要的因素 這個我支持你 但是問題不是在於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力量有限 我現在在問你的是實際的問題 你現在再過這兩個月就要編106年預算書了 你們準備今年 在這個勞健保還款的部分 你準備還多少錢 因為那個不是有時間限制嗎 你不還會有處罰的 你準備 因為你這個邊的錢 會直接牽扯到議會今年的舉債 就是市政府今年舉債是多少 我剛剛有跟局長報告過 你之所以會舉債 從115億降到74億 主要的就是因為你本來還42億 今年只還2億 所以才會這樣大幅下降 所以我再問你的是106年 這兩個月以內你準備還多少錢 那麼我們現在還是在府內內部有個討論 當然基本上老闆希望說財政許可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多編一點 但現在還必須跟財主單位做內部的溝通 這個不是有那個時間的壓力說 如果是你沒有還到足夠的錢會有處罰的嗎 那有一個所謂10年的執行期限 那是可能是到明年初 那個民國96年 96年那個欠肥的部分 會有這種執行的壓力 大概是30幾億 會有這壓力 對對對 那我知道 所以這個還未確定 106年準備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 你請坐 謝謝 這跟大家報告 這個還款的金額會直接牽扯到那個 舉債的流量 接下來我來請那個請教姚局長一個問題 我早上有聽那個姚局長答詢 真的恭喜你 你現在颱風越來越穩健 越來越回答問題 我來請教姚局長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議員去參加人家婚禮的時候 如果是我 我都會替市政府的政策來做宣傳 說陳局市長為了鼓勵年輕人多生小孩 生第一胎補助六千 第二胎補助六千 第三胎 全台灣高雄市政府編最多我們補助四萬六 郎局長我這個講法到底對不對 我講了兩三年 我現在好像這個講法好像怪怪的 我的講法到底對不對 來請郎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蕭議員 沒有錯 我們生育第一胎跟第二胎的子女是發給六千元 那第三胎以上的是發給四萬六千元生育今天 全台灣高雄市政府出最多 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第三胎 第三胎是最高的 所以第三胎這句話是對的 是 但是 沒關係 你繼續講 我們的前兩胎 這幾天議員都會比較關切 前兩胎跟其他縣市比起來 是比較誘因不足這樣子 郎局長我另外來問你 在這個預算裡面 我還以為是高雄市政府出最多 我看了嚇了一跳 台北市 我們的預算 我們才23億 台北市是57億 新北市78億 兩億四 我們只贏台南 台南是 一億四千萬 這數字對 換句話說 在 六都裡面 發生育津貼 高雄市 六都裡面 我們只贏台南 其他我們 全部都輸 而且還輸蠻多的 新北跟桃園都一個七一八 一個七一 我們才兩億三 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這次我們收集過來的數字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你的 我是覺得 好你請坐 你請坐 我會特別注意這個生育津貼 以我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 人口生育率太少 就是養小孩太貴 那養小孩太貴很大的原因 是我們的 從幼兒到小學到國中 真的太貴太貴 在念書的過程 又要補才藝 又要補學科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你去念研究所 甚至去念博士班 都輕而易舉 都很容易去念 怎麼國中考高中 高中考大學 反而是最難 最需要學問的地方 反而沒什麼學問 在高雄你可以ABCD 26個字母 不會寫 都可以去念 國立大學碩士班 都可以去念 大學可以畢業 措施班也可以去念 但是 小學學問一大堆 國中學問一大堆 補習一大堆 所以大家刺不去 所以我在此 真的也宣揚一個觀念 我是覺得 以前的人 經濟條件比較差 生小孩 可以生兩個三個都養得起 現在的年輕人 你真的叫他生兩個 養不起真的就養不起 原因就是什麼 人逼人去世人 別人的小孩 都去上什麼安親班 或者去補習 學才藝 自己的小孩 大概都沒辦法跟人逼 所以不敢生孩子 那我的感覺 我當老師我的感覺 你的小孩不用太補習 小學跟國中不用太補習 他如果不是人才 我給你保證 你的補完習以後 也不會是人才 你花了一大堆錢 從小就去補習 你放心 不管學才藝 學英文 學數學 也不會是個人才 人才 有一半以上是天生的 換句話說什麼呢 你的數字能力 語言能力 那個是天生出來 我舉我的例子 我台北工專畢業 我去考研究所 同等學歷考上研究所 台科大畢業 我二十七歲 就在金文工專 當電子科主任 教了兩年書以後 告訴我爸爸媽媽說 我不要教 我要去從政 學了電子 從十八歲 學到二十七歲 一個月十幾萬 突然跟我家裡面 說我沒有興趣 我做這個上班很痛苦 為什麼很痛苦 我真的很痛苦 對那東西我沒有興趣 換句話說 人的性向人力 是天生的 你花了很多錢去培養 他到時候做的行業 跟原來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議會這裡 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學校 我的所有的法證 社會科學的知識 都是來議會這裡學的 所以我的感覺 就是鼓勵年輕人多生小孩 然後把養育的經費 壓得越低越好 尤其是幼稚園 小學國中 真的是盡量不要去補習 然後讓家長的負擔 越親越好 讓年輕人生小孩 改變家長的觀念 不要補習一大堆 你如果不是人才不安息 也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反而 生越多小孩越好是什麼意思呢 你生越多呢 人越多呢 就表示什麼呢 你的勞動力會增加 小孩生越多呢 表示人才也一定 你以豁然率 生越多小孩 生三個最少有一個是人才 你只生一個 怎麼培養都不會是人才 我的看法是這樣 姚記長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你回答一下 請姚記長答覆 你也可以不要答覆 因為你沒有生孩 沒關係 講你的看法就好 你口才越來越好 主席你要對他有信心 我覺得他不錯 我抵量他 好來 答覆吧 因為其實我們 因為像我本身我是獨生女 但是我的父親 他是來自於十個兄弟姐妹的家庭 但是他的家庭其實是 相對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常常就會問說 為什麼以前的人可以 一個家庭裡面 同樣爸爸媽媽可以養十個孩子 但是大家都可以長大 但是現在好像 一個兩個 好像大家一直說很辛苦 所以我們一直在了解說 到底十個的孩子的家庭 是怎麼樣讓這樣子的運作 是可行的 然後在我們現在 既然又少此話 為什麼好像每一個家庭 都很辛苦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這幾天 其實在跟一些議員 溝通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嘗試 要灌輸一個觀念 就是說除了說 我們現在工部門 努力的籌措經費 挪雲經費來提供 一些不管是公託 或是各種服務 或者是津貼之外 其實我們也是要鼓勵 其實家庭的原本的功能 要把它強化起來 甚至家族的支持系統 可以找回來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原始的 很有能量的這個部分 要找回來 要不然單單用工部門的力量 其實的確就像議員 您一開始講的 再多的都沒有辦法足夠 那如果說一直要靠這個部分 一直惡性循環 我們小孩越來越少 那老人的照顧 錢也不夠 所以生產力又一直降低 然後又很擔心自己老了之後 沒有人照顧 我想這樣子 大家對未來就會沒有希望 謝謝蕭永達議員的執行 支持啦 支持你剛剛講的 其實不要補那麼多席 到最後一樣人才也沒有什麼 因為我的孩子也不去補席 他也活得好好的 OK好 接下來執行的是 陳馨宇議員 謝謝主席 鄧英安議員 以及市府官員 阿其名比喻大家平安 我是陳馨宇 首先我先跟勞工局請教兩個問題 在我去年12號的民政部門質詢當中 我有提到 杜鵑台風 對 高雄市9月28號晚間停課停班 是從18點到24點 讓大家提早回家 但是依據標準風力平均風力達到7級 或陣風10級 那那個晚上 讓市長 也做了一個很正確的 讓大家也值得肯定的決定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當局處首長 特別是市長 每次碰到台風胎 或是那個 碰到那種 特殊的 緊急的 事件的時候 或者是天災 甚至是未來是人禍都有可能 這種情況的時候 都要讓他們去 很賭注性的去宣布一些 這樣子的 放假的消息 我覺得其實還蠻殘忍的 但是每次真的就讀對了 真的就是我們高雄市的福氣 那麼 但是實際情況呢 我們 我有提到 上次就有提到 如果在風力最大的時候 包括高好時間是在凌晨到1點的這段時間 是需要上大夜班的人上下班 那其實他就會很辛苦 而且也會是冒著危險 所以我有提議你們 如果 未來大夜班跟著夜間這個停班停課的這種 當初我要求的幾個狀況 我們來聽聽看 你們現在有沒有新的一些方案 是不是也要比照香港的一些建議 也就是在兩小時前 宣布到底要上下班 或者是要停上班 停上下課班 所以這個 這個局長 待會請你來回答 你們有沒有去做這樣的演議 因為呢 這個 去年10月到現在 還是有些勞工朋友會問到這個問題 而且未來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種天災 還有氣候帶來的這些的 重大的 不管是颱風 或者是未來的這些 雨啊 都有可能 暴雨都有可能會再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你們一定要先有一套 跟市長 跟市府 建議的一個標準 並且真的要抓到很準確 我認為兩個小時 是在上下班 或者是接送上下課 是一個合宜的時間 而且 並且在其他國家也行之有年 待會你來答覆一下 第二個部分 幸福高雄的移居津貼啊 從去年的12月17號你們的新聞稿說 你們從102年開始就已經推動 全國首創的喔 這可以吸引人才回流 的這樣子的一個補貼的 這個津貼 移居津貼 這三年來我調過你們的資料 大概超過1000人來申請 已經核定的有436個人 好 在這個項目當中 也就是這些移居人才 他們投入的 像 的這個工作的 的 這個產業 有電子電信研發業 資訊軟體業 這最多 這個有300多人 好 這3 436位當中 300多人算是挺高的喔 再來是 醫療照護產業有59人 最後 文化創意產業有40人 這3年來 竟然有超過1000人的這個申請 那我請問勞工局 你們有沒有去分析這些 申請者的相關的資訊 包括他在移居前 移居後 他的戶籍轉移 你們有沒有去調查 比如說他移居來這裡地方3年了 或者是領了3年的 這些的津貼之後 他有沒有預備落腳在高雄 甚至有沒有官員返鄉 這些相關的數字 已經呈現了 再來 你們有沒有針對於 他的移居前 跟移居後 的這些工作單位 他們的薪水的結構 還有 他們在這個地方 生活的一些狀況 跟滿意度 有沒有去做這樣子的 後續的追蹤 或者是調查 所以 這個 你們可以分析一下 這些 實質產生的效益有多少 我們就來看數字嘛 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去 把這些數字精算出來 有沒有這樣子的研究 這個部分 那我請局長 待會你再一起回答 因為我很害怕時間有限 我先把我的 質詢的幾個題目 都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第二個部分 請這個勞工局 你可以開始準備一些數字 待會我們一起來討論 我要跟社會局 讓局長再練一下口才 因為他的口才越來越好了 但是你可以慢慢講 沒關係 高雄市的這個低收入戶的比率 我們從 來看一下 低收入戶的 這個人口的比例 這是衛福部的官方資料 從104年 連四季都是高居第一名 來 103年看一下 103年的四季也都是第一名 因為這個 這個調查是 就是 三個月一季一次嘛 四季也都是我們第一名 來再往後推 102年 我們有佔了 兩 對不起 一次 四季當中有一次 那在101年呢 四季當中有兩次 這兩個數字我沒有放上去 這兩個 103跟104 我們的低收入都高居五都的第一名 我後來去查詢了 探究了這個原因 並不是我們這邊窮人比較多 或是低收入戶比較多 第一個我們社會局 在對於這些資格的門檻 比較低 高雄市確實有做到一個友善程式 有比較低 所以容易申請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造就了很多的假低收 跟假單親 也就是假離婚的人 那這其實是 讓這些假單親 假低收的人 去實質去剝削了 政府的這個預算 也浪費了人民的納稅錢 這其實是我們大家的 共同的痛 而且在舊的這樣的數字 我也不覺得好看 會讓不了解的人 也會以為 我讓國中親是怎樣 但是這個數字 確實是一個實在的數字 那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就要把這個 低收入戶的門檻拉高 並不是 而是在於 低收入戶的資格的審查時候 我們怎麼辦去抓啦 去抓所謂的假的 因為有很多的實質弱勢的人 他是申請不到的 我舉一個例好了 如果說我們家只有我這個女兒 就像我們就只有一個孩子的 那我們如果嫁出去了 爸爸媽媽可能他的低收入資格 那就取消了吧 對不對 但是 這個嫁出去的女兒 他也有他的家庭要負擔 說不定他連他本身的家庭 都負擔不起 他也沒有辦法 再去負擔他爸爸媽媽的 所以 但是這個法令的部分 確實是限制了 實質弱勢的人 去申請到政府的幫助 我覺得我們在第一線的基層服務 普遍碰到這種問題 但是這個你們該怎麼去解決 有沒有一些其他國家的方案 可以去參考 去抓出那個實質的假 假低收 還有假離婚 因為其實假離婚或是假單親的人 現在非常多 因為不僅僅只是 他要一些補助以外 他還要逃稅 所以這個部分 社會局也會承擔很大的 這些數字上的壓力 所以我想要跟局長討論的是 那個你們要怎麼拿出一些對策 來想辦法 因為我們真的碰到太多這樣需要幫助的 好 第二個部分我也要請教你 目前高雄市的這個赤字其實是挺高的 但未來 高雄還有多少的這些法定的社會福利 還有非法定的這些社會福利 的預算 你有沒有去做出估了 我想施政你應該拿50年來做一個基礎 我不敢要你抓50年後 這一些財政負擔 或者是未來財政預算的數字 但是至少你要講到5年跟10年之後 我們所需要準備的財政的需求 我們要多少錢 未來我們要怎麼去抓 因為未來包括老人人口數 現在我們台灣見識進入老人國家的之後 還有這些是需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項目 是目前我們有可能的法定項目 或者是未來不知道什麼樣的非法定項目 會產生 像目前公託就已經有16處了 這些的經費啊 還有未來還有一些維修的經費 這些你們有沒有去抓 健保補助65歲以上 每一年就補助到700 就是每個月能夠補助到749塊 那老人化的情況 也會 會不會去緩 我們的生育率會不會增加 這個我們都要去做評估 還有很多一次性的津貼 那一次性的津貼當然有時候是跟政治關係 或者是這個經濟關係的情況之下會產生的 所以局長你們有沒有先去做 未來五年和十年你們的財政需求 因為不是只有售貨局嘛 但售貨局確實是一個給對多錢的單位 因為你們就是一個付出的單位 對所有的局處都沒有像你們能夠 能夠把錢就是在這個福利預算當中 要這樣子的花出去 可是所以你們應該要先建立這樣子的一個基礎 讓其他財主單位甚至是研考單位 可以去做好很多的準備 好 因為有一點點時間我請勞工局先回答 我們帶來繼續討論 來請理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那麼陳如剛才這議員所提到的 每當颱風來的時候 或者之後過去之後 總有很多的勞工朋友一直在問說 所謂颱風價的權力一無問題 那麼事實上來講 照現行勞動基金法 並沒有所謂的颱風價或者天災 都沒有這種規範 那麼所以事實上來講 那麼勞動部就過去勞委會 那麼為了規範這方事情 他有一個行政命令 有一個命令 那麼針對這種天災發生時候 那麼他該怎麼出勤 公司該怎麼給他定了一個要點 不過也因為是行政命令的關係 那麼他的這個效率上 當然並不如法律的 那麼再加上應該討論說 這種天災 他的責任歸屬沒有辦法歸屬於 資方或者勞方 所以在所謂的 要不要出勤公司怎麼給 那麼他也沒有訂的太史規定 都是叫勞資協商 什麼導致於說 現在有時候在執行上 的確出現很多的困難 所以我們曾經 跟勞動部做過多次的反應 希望他能夠 訂出一個 明確的規範 讓勞動部有所遵循 你們做了什麼努力 從我去年十月到現在 你們去做了什麼樣的建議跟研究 包括我從去年就已經告訴你們 也提供你們這樣子的一個參考 你們有沒有去參考各個國家 他們在發布這個 上班上課的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包括我提的這個香港的建議 兩小時宣布上班上課 因為其實房災在做災訪的時候 本來就是在家準備的 不是在家等著睡覺然後時間 不是這樣做任何的災訪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家裡面 準備這個災訪的預備 他們都可以守著電視機前面 等待什麼時候要停班停課 所以災訪是本來就是 人民具備的一個心態了 所以兩小時這是香港的制度 那我們有提出什麼制度給中央嗎 或是我們有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給中央了嗎 你們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那麼這方面我們是取兩種方式 一種是正式行為的方式 把地方上所聽到的 你什麼時候行文的 這可能回去查查看啊 把你們行文的內容 給本席一份 然後你們提了什麼樣的建議 也讓我知道 可見得你今天給我的答案是 沒有 未來還是要靠市長自己審準的判斷 如果判斷對了 他就變成審準 如果判斷錯了 他就隔天被罵到臭頭 這變成是一個政治承擔的事情 但這個事情本來就是可以訴諸一定的程序 因為有很多的學習啊 有很多的其他的參考啊 我們不是不能做欸 對啊 那個跟議員報告 這個天然災 什麼時候發布停班停課 那個不是勞政單位 在主政的事情 是那個人事部門在主政的 那我們主要是 就勞工這一塊來講 當判斷親的時候 該不該出勤 怎麼出勤 該不給公司這份 是勞動部在 學長我講的是 為什麼我問你 因為你掌管的是大部分勞工的權益嘛 對不對 勞保的人還是比其他 公保還是比其他保的人還多嗎 是 所以你當然要站在勞工的立場 去為勞工思考這件事情 我那一次的去年的這個 杜鑑颱風 我的朋友有很多是上大業班的 其實我那時候本來是 0點以後 凌晨以後 我應該是在睡覺了 但是我被他們 很急迫的電話 打電話來說 我們現在出去 都很危險 我們沒有出去送養奶 我很擔心他出去送養奶 真的在路人會怎樣 所以他先生 為了等他太太送養奶 等到4點 他太太回來 他才敢睡覺 所以這種情況 都是大部分的勞工碰到的 那你是勞工舉足的 待會你不要替勞工說說話嗎 當然要 你要不要站在勞工的立場去說 好我就看你的報告 照現在勞動部這個 那個要臉的規定 假設因為天災 自己說勞工沒有辦法去出行的話 那麼 雇主不可以用礦工的方式 或其他不利指紛 都有這種規範 有明定的規範 我們不要只是在事後的補救 或者是事後 我們如果在事前 你敢提出這樣子 依香港的這個方式 你有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 我待會看你的建議 好好看你的公文 這個建議我們像勞動部 我們絕對可以建議 這沒問題 好 那個事後再把公文給我 那我們請社會局局長 你來回答一下 來 請姚記長答覆 好 主席跟陳議員 這個有關我們低收入戶的部分 高雄市跟其他縣市比起來 我們是還 除了我們不動產限額的部分 比較寬鬆之外 我們還另外還容許可以 有一台車子 所以這個部分 都是叫其他縣市 較為寬鬆的這個部分 但是的確像議員所提的 現在有越來越多 所謂假離婚 或者是假猜戶 以取得相關的一個福利身份 那我們也是 常常會收到一些 沒有通過的人 來抱怨說 人家根本都是假的 就那種可以過 然後我這種是真的 結果你們這麼的僵硬 讓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獲得應有的照顧 我想這個部分 也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所以我們針對這些假離婚 或者是假猜戶這種部分 我們 我們甚至也有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夫妻 他離婚了 但是他後來 即使我們去看 他還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那人家說人家根本都 繼續住在一起 那是假離婚 但是有些他 雖然離了婚 還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他們的講法是 因為現在房租太貴 我現在也沒有其他的房子可以去 所以我們居然同一個屋簷下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不是夫妻的關係了 所以這種部分 我們也很難判定說 這樣子就是假離婚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會 就會需要一些其他的幫忙跟佐證 那但是 的確我們現在還沒有很好的一個 驗證這一方面的機制 所以我們同時也希望 藉由社會教育的一個方式 鼓勵大家其實社會福利 大家不要覺得說我騙到了 就是我 有一台車子 只有高雄有 一直都有 是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有在檢討 也有在檢討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這一個寬鬆的 這個這個辦法 其實我們逐年都有在檢討 在調整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需要 因為即使是我們這麼寬鬆 我們還是被很多的民代 或是區公所或是民眾 抱怨我們太嚴苛 但是我們逐步的 希望讓它更合理化 而且盡可能可以跟其他縣市的標準 不要落差太大 那 確保把低收入戶這樣的寶貴的資源 照顧到真的需要幫忙的人 然後也可以減低一些 福利依賴的一個 可以來運用的空間 有 中央這個部分是有 原則性有給地方 那原則上它是讓地方自己定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請中央再做其他的 是 因為我們寬鬆的這個部分 又要照顧市民 但是同時又有這樣子的 福利風險的一個誘因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想辦法怎麼 對 但是就是同步啦 檢舉之外 然後制度之外 我們同時也希望鼓勵社會教育 甚至從小開始教 我說其實 大家不要覺得 可以騙到政府的資源 是一個很聰明的事情 其實那都是一個不正確的一個價值觀 我想這個部分 是 謝謝 好 謝謝陳信宜議員的執行 我們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李梅正議員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設政部門的市府團隊 那其實本席一直來 對那個勞工部門的業務 長期都關心我們青年就業的問題 那其實青年就業的問題 還有我們就是有 牽涉到我們高雄的產業問題 所以說勞工局如何去針對這樣子的需求 來做民眾這樣子的需要 然後創造工需可以來達到 我們青年就業的平衡 那其實青年就業的問題 那個層面涉及到很廣 那其實高雄市的產業政策 要明確之後 所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那有了就業需求的時候 年輕人才可以 這些機會才可以增加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政策 看似具有成果 其實從實際的市場資訊來看 卻是政策豐富 但是效果是非常不足的 那我們看到 例如那個魚人碼頭 就是我們那個博厄特區這兩區 以魚人碼頭博厄特區為例 多年來在市政府跟中央各種角力 然後來取得我們經營管理主導的權利 那對高雄市民而言呢 不不僅是港府清水體系的營造 更可以促進各種觀光旅遊 休閒事業的發展 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但是市政府在取得 港府鄰港各個相關區域之後 卻沒有完整一體的來規劃 然後將鄰港景觀啊 然後那個倉儲等區域 卻把它委外經營喔 那委外經營缺乏整體的那個休閒的路線 然後完整的規劃 其實不論在地或那個外地來的遊客 都不能將這個區域設定為 旅遊路線的重要焦點 那再加上我們季節的影響喔 所以也不便吸引一些商家進駐 那換而言之來說呢 這兩個區域提供的工作量喔 都是屬於工讀生跟實習的 或者是偏季節性的工作 那穩定的不少 那大家看到喔 多數還是在服務業 所以人員的流動率喔 就是也是非常的高喔 那其實局長就是每次 我都在問就是青年就業的問題喔 那勞工局是不是可以喔 就是創造出更多的就業 然後有一些更好的具體的方案喔 那大家最近都有看到電視上廣告很多 我在那個捷運草芽站 有一個大型的購物中心開幕了 那這樣子它開幕之後 是不是就會創造一些就業問題 但是現在高雄目前的狀況喔 有多少這樣子的大型的購物中心開幕喔 所以說對於這樣子的產業政策 還有這樣的看法 請勞工局長回答 針對青年 還請你旅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喔 那麼從我們剛才這個議員所提到的喔 那麼青年就業是勞工局一個非常重要的業務啦 不過單靠勞工局本身那段坦白說啊 不足以啊完全處理這個問題啦 靠各相互取處共同合作啦 勞工局可以去發掘開發工作機會 但勞工局沒有辦法創造工作機會喔 那麼青年事業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喔 不過主要的我們曾經分析過 大概有幾個原因喔 第一個是經濟大環境的不理想喔 第二個是高等學歷的青年人力啊 供給量啊 那麼算是比較偏多啦 那麼第三個是青年人力供給 跟產業人力的需求之間出現落差 那另外就是青年的工作技能 無法符合這個廠商職場的需求啦 第五個第五個是就業集中在服務業 那麼薪資普遍比較低啊 所以造成就業的不穩定啊 另外就是那麼青年多數啊 不是屬於家計負擔者 比較容易對工作感到不滿意 而離開這個職場喔 再來就是個人條件 如教育程度跟工作技能不一樣 影響個別就業狀況 還有就是說求職面試技巧不足 或者是不會協議等等 也接近影響這尋職的結果 這是大致上是一個比較主要因素啦 那麼對這個 如果來促進這個青年的就業方面 當然除了一般性的這個 這個 就業付出之外 我們特別針對青年的部分 那麼也做一些比較 那麼比較針對性的一些措施 像他提到的那個所謂這個 那個大賣場 我們大賣場 我們就有主動去找他們那個賣場 希望說他們有 有需要人工的時候 希望透過我們這邊幫他爭彩啦 我們也的確幫他辦了七場 總共辦了七場 那麼今後我們繼續跟他聯繫說 假設他有這種興趣的話 希望讓我們來幫他辦爭彩活動 提供給市民做一個選擇 那麼在對這個措施方面 那麼我們有幾項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跟那個 那個大專業院校合作 在校園裡面設置就業服務巨檢 那我們讓這個 這個青年可以 就近的 學者學的這個 就業諮詢更美好的機會了 目前已經有12所大賣場已經在 設計的校園就業服務巨檢 那麼我們也跟協助 青年做這個職業性向的測驗 跟職業來導師的這個推動 另外就是辦理職場情境 那麼模擬營隊及企業參訪 讓青年朋友在進入職場之前 能夠了解說職場有什麼情況 在心裡面有一個打底就對 那麼每年三到五月之間 會協助各大專業院校 辦理校園政策活動 每年都有辦了三五月時間集中 另外就是每兩週 會將就業電子報 寄送給各大專業院校的系所 提供學生來了解做參考運用 還有就是辦理企業觀摩活動 一年是四場到五場 讓這些青年到企業現場去看看說 其實企業職場的狀況 讓他們有一個印象一個了解 另外就是鼓勵這個學校 跟推動所謂產學合作 就是那麼學校跟產業做個合作 讓將來就是畢業之後 就可以比較快速進入產業 那麼像高音大 第一科大 海科大 醫大 高雄大學 高音科大等等 都現在就推動當中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局長 因為您剛剛到任回答得很認真 那我也知道這些勞工局 一直以來都有在做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幾年也是我每一年都在講說 青年創業的問題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效果都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新局長有新的思維 就是是不是針對我們青年這個部分 剛剛講的我知道當然勞工局一定會針對這個問題 只是有沒有什麼創新 然後還有當然也一些不是在勞工局的工作的那個產業問題 是不是我們跟市政府要來討論如何增加產業 那現在很多議員也常常在問 我們職訊跟我們的青年就業是不是可以合一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讓我們的職訊跟我們的青年就業可以發揮得更好 那其實這種質詢部門討論其實就是說大家也一起來討論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未來十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夯的工作類別是什麼 那其實專家預言就是未來十年許多工作都會被機器跟演算法取代 所以未來的十二種人才能成為當紅炸紙機 要失業都很難 那過去的兩個世紀我們看到全球勞動力的市場兩個重大變化 那個Tomato Day Cobot公司未來科學科德林頓說 首先農業領域不再需要工人接著是製造業 現在機具開始進軍第三產業可見可遇見未來的十年 白領將開始被公司趕出 所以說在這個報導裡面有看到就是說到了2025年 某些目前最熱門的工作就是會被淘汰 例如機器人取代前線軍事人員 還有演算法踢走私人銀行家跟財富經理 而人工智慧淘汰律師、會計師、精算師和顧問工程師 那我喜歡舉這樣子的例子來跟大家探討 就是說我們以後未來最夯的工作類別 我們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再往這樣子的方向去栽培人員 那未來大家看一下就未來最夯的工作類別 第一個是職場人的品牌 品牌教練、個人品牌教練 然後還有專業領導人 自由教授 然後還有那個都市農民 還有臨終規劃師 臨終規劃師 大家一定覺得很驚訝 那世界組織預測到2025年63%的地球人口 將活到65歲以上 所以有的甚至會活過一個世紀 平均壽命不斷地延長 所以臨終規劃師變成熱門的工作 那其實生命緬懷跟規劃領域將產生新的商機 所以說這安樂死可能會更普遍 因為會有更多人傾向自己選擇核實生命結束 這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第六個就是我們的影法族看護 那剛剛講的大家的壽命現在比較長 然後人類平均壽命又延長 未來十年老齡化人口將是真正開始影響世界經濟 那大家都知道說我們高雄現在可能有點趨於老齡化 所以說柯德林頓也指出說 老年人將看護成為最熱門的工作之一 到時候這個領域的人才也是會非常的需要 所以說看護跟現今的那個生理護理 跟心理護理現在都會被大大的驟視 那第七個就是遠端衛生保健專家 第八個就是神經移植技術人員 然後第九個 第九個沒打到 第九個就是說智能家居安裝人員 還有那個第十個是虛擬實境體驗設計師 然後性工作培育師 3D練印設計專家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樣子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未來趨勢 那是這樣分析之後跟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怎麼樣讓職訊 還有以後可以讓職訊跟我們的工作可以合在一起 是不是我們的勞工局會有更不同層面的思考 那我舉這樣的例子 大概跟勞工局長再討論一下 你簡單的回答 是不是這樣子的方向也會比較好一點 請勞工局長回答 來 請李記席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麼勞工局辦的訓練 有兩種一種是製辦職業訓練 一種是運用救援機器所謂委辦的事業者職業訓練 那麼不管是哪一種訓練來講 那麼我們認為說我們的職訓跟委訓是可以吻合的 因為我們的職訓並不是一成不變 我們每年都會做檢討 那麼參照本市的經貿勤勢 區域特色還有市府的政策 進行目標市場需求分析 那麼匯整分析結果 來規劃下一年度的職業訓練計劃跟行動方案 那麼這部分來講 假設需要更詳細說明 我可不可以請我們這個中心陳書良 給議員做說明 謝謝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我們私底下再來討論 所以說時間關係因為局處比較多 所以這個問題我只是希望說局長 心道論我希望可以真的重視我們的青年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們就 後我們再來慢慢的來討論 那其實接下來就是社會局 高雄市社會局跟就業最相關的 就是社會局還有那個勞工局這兩個 其實算是我們那個市政府也算是大的局處 人也相當的多 那其實在就業相關的福利還有服務工作上面 有許多委外相關的勞務採購 那大多數的人都是差不多數十人數百人的職缺 所以就採購勞務型態的分析 像就業服務或者是就業訓練 相關督導人員的員額 大多數就是常態性的工作 其實這些職缺我們高雄市政府 仍舊是藉由勞工採購的 勞務採購的方式進行委外辦理 其實充分的了解我們政府本身 其實就是已經製造不安定就業跟低薪所得的帶動者 那其實很諷刺的就是說 我們那個辦理就業服務的那個就業服務人員 本身是透過勞務採購的行程跟的不安定就業者 其實這種工部門用人的情狀 就如何說服社會大眾有誠意真正提升到 就業的那個機會跟就業的品質 所以104年勞工局採購案為例 50多項採購案中的身心障礙支持性就業服務 勞務採購的項目就20項 同樣的社會局在社會支持服務項目中 有關家庭支持者如兒童與少年、婦女、老人 在近160項的採購案中 易近半數以上皆屬勞務採購 所以此所需要的人員、人力、物力 都是常態性的工作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在人事處的那個統計調查中 其實我們社會局的那個 社會局的那個聘雇人員最多 其實有8989人 那今年在那個 有260個人 今年1月到4月加班時數就有 有8989個小時 有268人 不好意思 那高雄市的局數是最多的 高雄市的局數是最多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表 因為有點不清楚 那其實在勞工局的部分 是那個57個人 然後2652個時數 那平均是一個人 那個社會局一個人 8.4小時 我這邊請問一下那個社會局長 為什麼 時數總是這麼多 來請姚記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關心這個部分 的確我們現在社服的業務 越來越擴張 所以我們有一些 鼓勵我們民間的社團 可以一起參與來提供服務的 這樣子的一些機會 但是我們勞務採購原則上 我們不是 都是說最低標的那種來採購 其實我們很多都是要設 非常嚴格的專業的標準 他甚至說他要有固定 可能社工師的一些證照 或者是他能夠執行什麼樣的 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的標案 原則上都會採 最有力標的一個部分 那有一些很多的委辦業務 是從中央承轉下來的 我們必須要來執行 這樣子的一些業務 那但是因為中央承轉下來 或是這些甚至有些是法定的 的一些服務項目 其實他的薪水 相對來說算是非常非常的有保障 可能比外面一般的 同類型的職務 他的薪水都是比較有保障的 可能像例如說保護性的社工 或者是說ICF 就是我們身心障礙的 一個堅定的這樣子的人力 國民年金的一個相關的人力 尤其是我們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原高縣跟原高市 在很多的一些人力原本的 一些人事員額 就是不一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一定還是要接納 原高縣的一些員額 所以其實我們在 這個評估的人力的確是 的確是蠻多的 那您看到這個加班的這個時數 本來我們的確加班的時間也是比較多 但是我們您這邊的時間 應該是今年的一到四月嘛 那今年加班的時數會特別多的原因 有很大的一個因素是 我們一月的時候高雄也碰到寒海 所以那段時間我們有一些街友 或是相關的一些工作 我們工作人員都是24小時 在外面來把這些街友的朋友 怎麼樣請他們一定要進來 所以那段時間寒流在高雄 少見的那麼冷 所以那個部分 那個禮拜我們已經花了很多的人力 24小時 在外面這樣子輪班在作業 另外一個很大的人力的加班的需求 是那個過年期間碰到台南地震 碰到台南地震的時候 我們高雄是去支援台南 所以滿長的這段時間 而且滿長的一個工作需求 所以這的確也是造成這個數字 看起來非常的驚人 但是的確我們平常 加班的時數也是很多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希望 可以讓工作同仁不要那麼的辛苦 但是這個部分也讓議員了解 不是我們要虐待 不是我們要虐待工作同仁 其實我們相關應有的一些保障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跟中央甚至說 我們社會局自己要挪支怎麼樣 來提升他們相關的權益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因為這樣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尤其我們很多都是一些保護專線 我們家房中心同仁都24小時on call的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還有我們很多是住宿安置機構的 那個也都是24小時 三班都要有人去輪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不要這個樣子辛苦的工作 但是我們的服務對象很多就是需要全天候的一個照顧 所以這個部分也跟議員做一下說明 謝謝李梅貞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質詢的是吳亦正議員 主席還有 大家好 各位媳婦朋友大家午安 剛剛來先有聽到我們其他前面幾個議員 所質詢的 那我覺得 不要是講自己的 我覺得也看看別人議員所質詢的 有哪些 平常我們關心的也能夠接續 有三位 第一個我們先從頭開始 從你梅貞議員提的 勞工局跟社會局的那個加班 其實加班代表什麼 也許 一般人都不太願意加班 那加班一定不得已 那 那加班代表他必須犧牲跟休息或家庭的生活 其實很重要的是 是人的思考 會繃緊 完全沒辦法思考事情 在做事情的效率上 都會因為你加班而產生的下滑的那個工作力 那也是說我們的為什麼工作時間比別人長 我們收入沒有比別人高 所以也造成了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一部分的原因是少子化 也歸咎於工時長 低收入 特別是中南部 當然包括高雄 最近台大教授科專一個計畫 做了一個長時間的追蹤 為什麼會人口會下降 其中原因就是台灣整個就是工時長 收入少 這個是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高雄特別是一個 特別是這樣的案例 那很多這個結果 也不是社會局 也不是勞工局 不認真 因為你們都是在做上後工作 包括治安 當然警察是很重要 可是後面的那個整個經濟結構 跟整個社會文化教育 都會長期造成的影響 那我覺得說 所以說我加班 我印象中是很多 我們平常在跑行程 其實社會局很辛苦 勞工局最多 碰到勞工局跟社會局怎麼 要參加社會團體 民間團體的 理監事會議 大會 你都要參加 我 攤比方多 走比方多 走比方多 走到勞工局跟社會局 或者某一個人 可能一個專員 或者哪個科長 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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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包含我們 我們不包含他們 比如說我們跑三次 他可能跑六次 他的可能別的區 不只是像我們 只跑我們的選區 或者是跑相關 跟我們收視的團體 你們是全部都要 主管機關都要跑 所以說我上次 在前幾天也提到 演考會說 像社會局跟勞工局 我們政府自己少辦 在禮拜天少辦 你說週末都不辦不可能 有時候就集中在禮拜六 那如果你們主管機關 需要你們派員的 你們也可以去所謂的勸導 所以說可不可以集中到禮拜六 盡量排在禮拜六 盡量 這不得已 那只好在禮拜天 那如果你有這樣規劃的話 你整個禮拜天的時間 加班時數 跟所謂真正的 可以休息的時間會增加 但效率並沒有減少 甚至於效率會增加 這只是你在工作上的調配 那社會局跟勞工局最多 我想很多團體 都是兩位局所主管 所以說希望你們在 民間團體在申請的時候 在可移轉可移動的 盡量這樣排在禮拜一到禮拜六 不要再排在禮拜天 總是有一天可以靜下來休息 這也是社會局跟勞工局 可以管的 可以處理的 請大家可以回答 那第二個 有關假低收入戶 我常講 不是我常講 佛家講 但我不能用那個 比喻那個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低收入跟所謂那個 低收入戶 這個比喻會怕誤會 假 當一個社會假的低收入戶多的時候 已經不是在檢討那個 假低收入戶 假低收入戶能夠增加多少 可能幾千塊而已啊 一年下來沒有幾萬塊呢 可是為什麼 為了這幾萬塊幾千塊 要去辦假離婚 那個背後的 整個政治的 整個的經濟跟 社會的收入 他已經低到 他必須去辦假離婚 這個才是核心的問題啊 你去抓那個 沒有什麼 我沒有認為說 為了 又不是為了拚財產的 幾十億 說假離婚 補財產的 那個動機太低了 還有人為那麼低的動機 在辦假離婚 後面整個我們的經濟環境 跟我們整個 我想這是整個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你說長期說 南北不平衡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但我覺得我們要怎麼改善 我們整個可操作的一個變數 應該是更重要 我覺得去抓那個 不是叫你們不要抓 而是我們這個社會要探討的 更嚴重的是後面那個因素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談這個 第三個 勞健保 剛剛蕭文達爾提到的 其實那個論述不是 我真正的核心 我認為 都沒有論述到核心價值 包括北高在爭取 包括馬英九月後 跟中央在爭取這個 論述都沒有 沒有達到那個 沒有中正的那個論述的 真正的正當性 沒有抓到 好幾年到現在 我還是再提醒一次 之前我們就一直提 勞健保本身就是全國一致的事情 不會因為北高是院廈市 而讓地方來負擔 這個是造成北高兩市 負擔的 它不該承擔的 這個是全國一致 既然全國一致 哪有分什麼是院廈市 或是縣廈市 那不管它是本籍 或者外籍來這邊工作 涉及在這裡 我還要分這個帳 邏輯不是這樣 邏輯是這個本來是全國一致 本來就在全國負擔的 我那時候提出來 希望市政府能夠把縮帖 縮給我們高雄市在地的 立法委員去提案 講了好幾年 那最後由 郭文成立委提案 通過了 就全國有中央負擔了 可是呢 又留一個尾巴 正前欠的 繼續要欠 到現在我們還在還 那我只看到在論述說 北高沒說白 台北市長馬英九會做中央 說會偏那個 也許有是這樣的結果 可是那個論述 我們高雄市的論述不是這樣 要把再次提案 把那個救 要回到中央 不是說賴帳 是本來就全國一致的 本來就不應該有地方政府負擔的 那時候修法修一半 那我覺得這一次 我們高雄市的立委 不管他是分區或不分區 不管是國民黨的 或者是民進黨 市長當中有九加一 高雄有九加一 那現在黃昭順立委也還有一個 還有王金平立委一個 至少我們親民黨有三個 都會無條件來支持高雄市政府這樣的主張 希望這個債務必須要回到中央 這個才是一個論述才有正當性 所以勞工局長也請你 這個當然不只是你高雄市政府 請你也把這個論述跟市政府 做一個提案 希望這些 九加二加二加三 這樣是多少 十六個了 已經不知道賺多少 為了這個論述才是真正的 能夠徹底解決我們的負債 當年後的一個地方政府 用靠財產抵押沒有去處理 這幾點這三點 請等一下 我來答覆 那回到我本 我這次的質詢 其實勞工 我發現我們的社會 有很多資源 在認真做事 不夠贏 有的呢 為了滿足行事上的東西 做很多事情 是贏勞 是無效的 但是法規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跟彤陀佛講的 為什麼禮拜天會有時候辦活動 是除了你們的 是參加民間的團體以外 很多是因為政府 現在要常常選舉 常常會民主世俗化之後 常常辦活動 各局處被要求說 或者是主動 我辦活動 我有辦活動 表示我在做事 有上新聞 沒有在做事 有時候從數據以外 有沒有上新聞 最好市長有來 又登報 表示我這個機關 很認真在做 這個文化變成 大家在做這個悲哀的工作 那我們在做 很多事情也是如此 比如我們在勞工大學 或職訓中心 大家要不要認真做 很認真在做 可是勞工大學 你們有必須了解一下 上課的可能一部分是 有什麼事 是因為興趣而學 當然因為興趣而學是很好的 可是可以到社區大學 可以到一般大學去學 現在大學都開放了 勞工大學是要針對勞工 一個是增加記憶 第二種是就限職人 增加其他的所謂的balance 除了上課以外 能夠吸取一些他的專業以外的 一個專業知識 那現在是什麼 失業 因為失業 領救濟金 可能規定他要必須去上課 要在這裡上課 上課的 對他的職業生有沒有幫忙 也沒有 只是為了滿足 那比我們交通法管一樣 有些要上課 違規 他要去上課 上課就是為了上課 處罰他 他就把他時間卡在那裡 要交的東西 是不是對他 也會因為上課 而減少了他的所謂的 遵守交通規則的動機 並沒有 那我講的是 既然花時間 既然法律這樣的規定 我們為什麼不去做有效的 真正有效的一個工作呢 大概花好多時間 公務機關任何人都花好多時間 都會滿足行事上的要件 但是我們真的對事情沒有幫忙 那當我講的失業不是勞工局造成的 勞工局在協助 失業也好 或者增加就業 媒合 做很多的努力 那怎麼去做有效的一個工作 比如說職訓的 我不管是他是 你要職訓 失業有兩種 一種是長期 一個是短期的 你長期他的轉型 除了教育單位以外 除了產業以外 我怎麼去做哪些課程 不管是職訓 或者是勞工大學 或其他你種種的訓練 是他需要長期的 他要半年 他要一年 他才有可能去轉換他的職場 有一種呢 你只要短期給他相關的受訓 他就可能很快就找到工作的 所以你在上課的 你在授課的 安排各種課程訓練 你要分成這兩類 不管他是放在哪一個單位 放在勞工局 放在職訓 放在哪一個單位 你要看他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 長期的你叫他長期的作為 要知道社會的需求 他轉型 所以透過我們這個課程 而有轉型 短期間 我要教他哪些課程 是短期的 你有個可以 他短期的可以 有些是長期的啊 結果我們職訓有些 規定三個月六個月的 你給他三個月六個月 要求他有一半必須要有就業 這自欺欺人嘛 那在長期的 他哪有可能給三個月 你就規定要一半的人要有就業 你就就有六個月 符合規定 OK 那我有辦了 我都搞錯了 那是短期的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真正核心去協助 真正在事業上 或者產業的轉型裡面 他失去了一個 再教育 然後再找到工作的一個 一個資源 並沒有這樣的有效的找到 所以說我也是建議勞工局 把這個 你所有的課程裡面 職訊的 把它催出來 哪些是在 針對長期調整的 是哪些課程 他可能要半年 可能要一年 才有可能說 找到工作 你比較要求他六個 要求這個班 比起來要有那個 才能長期能夠找到工作 有些是 就這樣短期 三個月 你就不要要求他 上了三個月 就馬上要找到工作 那但是他對他的工作 對他的職能 有幫忙的 你只有一些課程 才能再來調 我舉例 有些專業技職的課程 你可能要長時間培訓的 你可能要媒合 專業的業師 有些師徒制的業師配成 去 這是所謂的長期 那有些是短期快速轉職的 可能文書作業電腦 或其他 你要把它列順 各種可能 他可能有一個月 有三個月 他就有可能 你要把它 那放在哪個課 放在哪個單位 有哪些人來上這些課 不是來應付的 不是要免除那個 他縱障的 縱障的 我說的 那社區大學就有了 不要來這裡 這樣資源有限 怎麼樣是有限 第三個是有一種 趨勢課程的 他也不是說有專長沒專長 比如說我們最近 再媒合一件事情 我們上次辦咖啡豆比賽 認識了咖啡的莊園 那個國家他提供 那我們說你可不可以提供咖啡豆 因為它莊園嘛 所以說不只咖啡豆比較好 它那個袋子都很有特色 你可不可以提供袋子 我們去找社區媽媽 或者是對這個有記憶的 也許是外配 他越南來的 他可能手工很好 可是他沒有找到適當的工作 或者是短時間的 還不能在那邊找工作 他對這個有興趣 而且很快 有人去媒合的時候 他做的東西 結果咖啡店也很多說 你如果做這個咖啡袋 你如果車工車的帽子 有特色 每一個咖啡店 都願意來參加這個配售 這種也不是說記憶 它是一個趨勢 就有類似Maker 這個部門 大家民間的做都是自己的 自己去輕資源 這政府都沒有任何資源 在這上面 但這是很短的時間內 就可以讓相關的 他就可以來參加這個工作 不只是增加收入 等於增加整個城市的豐富性 包括木工 它也是如此 包括部分的鐵工 他可能透過Maker 也可以再完成 那這個部分 在我們勞工局的 整個資源 所謂的資源 並沒有放在這裡 但你可以去評估 哪些課程 是可以很短 就可以讓很多人去參與 你也整個授訓 整個課程就會豐富 也能夠滿 先請勞工局答覆 謝謝主持 謝謝吳議員 吳議員一向對我們勞工局 有關事務非常關心 尤其是我們這個勞造中心 勞工博物館等等 在這裡表示感謝 那麼關於這個勞工大局 跟我們所辦的一些職業訓練 坦白是兩種不同的型態 那麼我們職業訓練來講 有兩種 一種是產訓合作的這個 所謂職業訓練 一種是職業者職業訓練 他們是以 那麼未來這個 要就業為一個 為一個導向 所以他的訓練時間是比較長一點 那麼勞工大學它不一樣 它是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 勞動事務部 一部分是勞工學院部 勞工學院部是 那麼 是類似於 在此進去 記憶研究的方式 時間比較短 而且是沒有所謂 就業的壓力的 那麼勞動事務部是 針對一些 勞動事務 勞動法令課程 我們特別安排一些 法令的課程 那麼讓市民 或者是勞工朋友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演習 是這個方式 那麼這麼多年來 我們也發覺到說 這個勞工大學 的確是 它是演習了很多年 已經好幾十年了 坦白說 我們也認為說 有需要 注意一些新的元素 讓它有點轉型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 吳議員提供這麼多保育意見 我想我們會帶回去 叫我們成本單位 做一個整個 做類似一個 類似一個 這個轉型的 轉型的研討 好不好 謝謝 勞建某個部分 那麼坦白說 那個 原本那個就是 議員所提到那些 那些 那些主當 我們當時都有想過 都有想過 只不過後來 把主力打在 所謂這個補助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再 重新做檢討 再重新做整理之後 把全民應該 應該那個 提出來的 全部做一個整理 非常感謝這個議員的指導 好 再兩分鐘 到我的重點 我覺得很可惜 我講的是說市政府勞工局 你要跟市政府 大家要去提那個案 請提一個案 請高雄市的立法委員 不管是哪一黨的 包括部分區的 包括王金平 包括黃昭順 包括親民黨三位 我們都願意 來連署這個案 讓所謂的負債 勞見百 過去所累積的負債 回歸到 本來就是中央 全國一致 要全國負擔的 那個提案 在今年 這個今年就可以提出來 那今年就可以解決 不要每一年 還要再籌這個 10億 20億 30億來還債 為了這樣 等一下 辦假離婚 不然 真正的需要還 需要補助的還沒有錢 你把核心那個問題 把它轉過來 就幾十億的一個整個 避免就不必要的支出 你要大事不可以做 要不然做很沒用 結果大事不 要做好工作沒錢 結果那錢 不是本人給他用的 要輕錢 來 行這些 來 請理局長答覆 那麼我剛才提到過就是說 那個 委員建議就非常好 事實上我們也有想到說 那麼要拜託 我們在立法委員 幫我們共同共同來努力 所以這些問題我們 因為這不是老公主擔任 自己可以決定 我們到處去跟財主研究之後 你定一個積極的方案 我們分別跟立委員 做一個說明 給我說明 趕快做 而且立法委員那個 不是拜託 是交付任務 是 選立委出來本來是 擔任他的工作 這是交付任務 這不是你拜託 你也要幫我報告 你直接去做就好 請坐 謝謝 謝謝 交付任務給你全局長 交付任務給你全局長 交付政府就是立法委員 好不好這樣就可以 大陸代表本來是要做工作要唱工作 何況都已經知道問題在這裡了 而且都幫你整理好了 論述也整理好了 只是簽名提案 各愛人拜託 是是是是 我們把他只有想到十一位 現在是變成十六位 謝謝 接下來請姚先生答覆 謝謝那個主席跟吳議員 那個我們現在目前的確 希望說讓我們的工作人力 跟我們的活動 跟我們的一些資源可以更整合提供 其實您提到活動的事情 其實我們已經很早就有在注意 所以我們今年的幾個大活動 我們從去年就開始有一些整合 例如說像我們的兒童節 我們就跟教育局合作 像我們的銀法的一個輔具展 我們就跟金法局 在我們的展覽館來做合作 那像我們新移民的一些重要的節日 我們就是跟民政局合作 那我們有一些長照 宣導的一些相關的業務 我們就是跟衛生局合作 我們就希望說讓人力可以精簡 然後因為讓更多的同仁可以回去 做很多的規劃 做很多的一些統整 然後讓同仁真的不要每天都把心思 花在那些很paperwork的一些工作上 而多花點時間 在思考跟怎麼樣把solution 有用的solution把它想出來 我想的確這也是我們被賦予重要的一個任務 那有關假離婚跟低收入戶的這個問題 的確我們不能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但是就是我們要同時顧及我們眼前的這些個案 可能它有立即的生活上的一個困境 但是我們整體長期的一個價值觀的移轉 因為我們一個政策或者是一個標準的下下去 會影響大家以後會朝哪一個方向看 那所以我們常常會再提醒大家有關 福利依賴跟道德風險的這個部分 是在我們做一些決策上要很嚴謹的 要很負責任的來考慮 因為可能它會產生的效益不是在兩三年 它可能會導向一個新的大家對於家庭結構 對家庭相互照顧的責任 甚至說有一些家人照顧的儀器 或者是說不負責任 或者是單親的這些 是不是反而為了離婚之後才可以得到 這種假的單親的一些狀況來領取一些福利 其實我們在中央現在也都有檢討這個部分 所以有一些相關的方案 它已經不再強調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因為我們越鎖定 就是越鼓勵大家朝那樣子的一個category 來成為這樣子的角色的人 他就可以領取相關的社會福利 其實這有點是逆向 實際上是有需要的 對 所以我們希望再拉回來一點 我們基本button line需要的那些服務方案 來幫它做解決 資源也會比較集中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有一直在檢討 也希望跟中央做建言的 是 我們會鼓勵他們 我們會鼓勵他們啦 對鼓勵他們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的活動 都是 不是他們的主要的工作 都是他們必須要非上班日才能夠出來參加的活動 所以六根日反而變成是活動最多的 好我們鼓勵 我們鼓勵 是 是 是 好 謝謝 謝謝議員的建議 謝謝 謝謝 吳憶正議員的發言 接下來發言的議員是 張翰宗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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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設政 我們的各局勢所長 我們的議員同仁 在我們電視機上關心我們的 高雄市政的我們的 好朋友 大家午安 我在這裡要來麻煩我們 社會局長 他中間 這個我要提供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既然的 要領到 一些那些八成的 他們的抱怨 當然過去 我們高雄市 我們六十五歲 我們高雄市六十五歲 以上 甚至住在高雄市 一年以上 包括 我們在高雄 我們在台灣 住一百八十三天以上的 我們六十五歲的八成 我們的健保費 我們高雄市 就來商量 來幫我們負擔 這個健保費 過去 有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今年呢 有這個排付條款 讓我們的申報 如果經過五百以上 他就要來交到 我們的健保費 但是呢 當然八成也很願意來交這個健保費 當然八成 他也知道 我們排付條款了 因為你申報五百以上 你就要來交這個健保費 六十歲以上的 六十五歲以上的八成 當然我要在這裡 麻煩我們社會籍呢 在這方面呢 是不是來給八成 知道說 你要交健保費 過程當中 你今年要怎麼交那個健保費 八成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們那個健保費 就要來叫他 挑納這個健保費 第一 不知道正行之下 來交這個健保費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 我們社會籍 包括我們的七公所 是不是我們 有排付條款當中 要過去不可以叫的 真的要叫的 是不是要讓這個八成知道說 你要叫的 過程是怎麼來 申請要叫健保費 是不是我們這個先導工作 要讓百姓知道 當然 你要叫健保費的過程 經過幾個當中 讓他六十五歲過就不叫 不叫 叫到近年 我們剛好 我們有 通過這個 通過這個 通過這個排付條款 排付條款 他要徵過 經過他的 主題 他受到認養 他的六十五歲 他受到他的主題 營養 營養的證報當中 他透過五趴以上來叫 如果五趴以上要叫 八成 當然他是 不去為了健保費 他不要叫 來去抱怨 我要在這裡拜託我們社會局長 包括我們社會局 是不是我們所有的七公所 是不是要 這些過去 假設過去是一萬人不用叫 現在是九千人 他不叫 他只要一千人 讓我一記個例子 我用更簡單的説字 來說一千人 要叫這裡一千人 要讓他知道 你的健保費是怎麼要叫的 不要讓造成百姓的抱怨 讓百姓的抱怨 讓百姓的抱怨 也產生到 真的 現在我們社會局是用 很有心在做這個社會工作 社會救濟工作 包括補助的低收入的工作 很多的業務都在做 是不是我們可以來去拜託 今年要叫的 這些八成 要讓他了解說 我是怎麼要叫 是不是這個要做一個宣導 不要讓八成 讓我們的服務處好 我住了也好 我就讓他要命 讓他要抱怨 讓我們現在民進黨這政 就要叫了嗎 他們會誤導 他們會誤導說 你民進黨現在這政 阿紀會都你們過半 在民進黨這政 都要叫了嗎 造成我們 會一個誤導 局長 這方面是不是我們可以來突破 我們來突破這個 這個方向嗎 我們的 整個高雄庶民說 你六十五歲要叫的 萬人是在哪裡 他是什麼情況之下 要繳這個健保會 是不是這個有方向來 朝這個整個大高雄的 六十五歲以上的我們的長輩 讓他們了解 我們叫 我們要叫健保府的過程 是不是這個有 有 有方向來去朝這方向來去 向百姓知道嗎 剛好在那邊空間 局長請答覆 張議員先時間暫停一下 因為有參訪人 我們先 現在有成功大學師生 歷臨本會來參訪 我們請在座的各位主管 我們請大家樂列掌聲歡迎他們 好 我們請姚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阿町議員 我們這次的排斧 其實去年九月 正前在議會 很多年都在討論說 我們要非法定義的部分 非法定義的福利項目要做檢討 甚至說監察院也來糾正我們說 有一些包括這一項 健保補助的部分 要我們做檢討 然後議會也 不分黨派的 也希望我們針對我們不斷擴增的一些福利的一些需求 經費的需求 明年的長照等等 希望我們要做排斧 所以我們有去盤整過我們 現有怎麼樣跟其他縣市比起來 因為長期以來 我們算是六都裡面 在健保的補助是最寬鬆的 但是跟台北市比起來 我們甚至跟台北這樣比起來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寬鬆 所以希望說我們要做一個合理的縮減 但是還是可以照顧得到 我們真正需要這些長輩 那我們從九月之後 我們就內部的保護 我們市府檢討完畢了之後 我們正式送議會 所以我們九月的時候有正式發新聞稿 然後我們也經過了整個會期跟議員 來來回回 甚至說預算各式的委員會 大會小會 我們全部都有做了溝通 那我們在外面的部分除了新聞稿之外 我們還有電視的跑馬燈 我們還有市府的Line群組 電臺的廣播 我們也做了中文的廣播稿 台藝的廣播稿 然後我們還辦了說明會 我們社福中心的說明會 曲公所的說明會 試過都要這樣辦 那有很多長輩後來 到今年收到單子的時候跟我們說 有啦我今年有聽到啦 不過我想說我不是好的人 所以那跟我沒關係 等到他收到單子的時候 他才知道說啊 那說的就是他們自己 所以有時候我們 我們 很努力的在做宣導啦 但是我們也是要提醒說 各位市民朋友也要 關心自己的福利權益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官網啊 或者APP啦 或是說粉絲頁面啊 那都不是長輩 習慣用的資訊工具 所以我們這次前幾天的一個 討論議員也有建議我們說 再來我們要跟區公所 林里長要做更多的合作 透過林里長 跟長輩一起來講 希望可以讓更多的長輩事先 可以 明確的知道說 他馬上要面對這樣子的變動 所以這部分也已經有議員跟我們做建議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來想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來持續做 長輩宣導的部分 市長 你可能 你剛才答覆的意思 我可能會覺得 你講的意思 比較沒有了解 我要提供給你做參考的意思 可能有可能有 有一點落差 第一點我要跟他講 我要跟他 建議 我們的社會局 怎樣 用什麼方式 你剛才說很多宣導 其實 我都認同 我很快認同我們 社會局做這些宣導 來讓 說你過去 不用叫建保肺 你今年是怎樣要叫 這時候 你剛才有說了 我也很認同 我們社會局做這些工作 第一點我要讓你了解說 這個八歲 因為幾天前 他都不用叫這個六十五 以上都不用叫 今年要叫的原因是對 他的原因 他的原因就是 他的 可能 他的 他主地裡面 新報 他的所得稅 給他 扶養 給他 服用 服用了他的長輩 是 他的主地報 他的薪水 服用 他的中輩 嘛 他的阿公 他的爸爸媽媽 六十五歲以上得當 我們來申報復養嘛 復養在這個過程 超過 他收到超過五趴以上 他就要交這個 那六十五歲的 長輩的健保會 我們去跟他收這個 健保會過程 甚至我們那個市面上 甚至我們的通知書要交的時候 是可以 跟這個要交的人 說你是什麼原因 跟要交到健保會 讓你的健保會要交的原因是在哪裡 讓八生知道 比較不會給八生來誤導說 我們實證以後 本來都不可以交的現在就要交 讓我要講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 我們要跟健保署 開單的單位是健保署嗎 開單的單位是健保署 我們也提供資料給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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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跟他合照看看 看他的那個空間有沒有辦法 那有一些小資的說明是 不怕有挑戰 有說可能寫得太簡單 中部還是 不夠了解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你這麼簡單 有可能不夠了解嗎 上次我們的 一些我們政府要給我們收錢 我們沒有做健保 直接就收了 你怎麼賣五回啊 我要讓他說 要怎麼讓他健保 很明確 喔 其實健保會 每個人都很熱意來繳健保會 不是說 啊我們六十塊幾乎 剛才在我們高雄 高雄有這張 對我們長輩 給他照顧 他特意 啊 有六都來的 在我們高雄市有而已嘛 六都好像我們高雄市有而已 就是說我們 原本是 呃 全部都有 我們這次有牌付 這牌付 我現在要讓他知道 牌付的原因 讓他知道說 他 他的行佈的過程 已經超過那個標準 才要繳那個健保會 是 這個是他要收款的當中 他一看 就很明目 就很 很明確的去說 我今年是要叫的 比較不會被八成跟我們誤導啊 我們 我們 我們回去跟 健保衆 參選 他那個字可不可以再大一點 或是空間 再給我們大一點的空間 這樣讓中部看的時候 看是 是不可以更清楚 啊 不過他如果是 看不清楚 或是看不 這個過程 他都會比較電話來問 所以我們最近也是 接很多電話 我們都會盡量幫他摔摔 其實這次我們 我現在意思說 給八成很明確的 我今天繳這個籍 他交替情 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他的交替情 非常有意義嘛 健保衆是 我們八成的 人 都要承擔的嘛 任何一個人 要承擔的 一個健保會 啊 健保會其實 八成不是說 他不要叫 他是說 他是怎樣 幾年前都不用叫 現在臨時那個叫 啊叫之後 他沒有穿車是怎樣的叫 所以今天沒有穿車要叫 因為一個人 改水優含 讓一個人在改水優含 是不是我們透過 繳款的時候 他一看 很明確 我就是要叫 我們回去跟健保署參加 看那個 解釋的區位 說明的區塊 可以更大字 還是更多 空間 很明確 我要說 我們很明確 給這個八成說 我叫 健保會是 我是排富的情況之下 來產生的 我是排富的情況之下 甚至我要叫 就是我們的孩子 可能身份比較高 我們孩子可能是 在賺錢 賺了才有吃 所以今天要叫健保會 這要讓八成認同 他叫健保會的 來龍去脈 我要說 我們會加強 我們宣導的部分 我們一直很努力 希望說 可以用不同的管道 來跟中部的支援社會 因為我們 當然社會局 我們也 包括我們高雄市政府 包括我們整個社會局 我們也是很感謝 他社會局 會折額很多社會資源 來去支援我們 因為我們政府的主管 我們憂反正行之下 然後我們要去結合 社會資源 來讓我們整個大高雄市的一些 需要 教育的 我們的 比較弱勢的 我們比較弱勢的 真的 很要 要用 比較多審美 就是很多的弱勢 真的 很需要 我們去幫他 協助的 有可能 我們社會局的 我們的社工 可能 人員的憂反之下 有可能 很多地方 我們看不到 我一直去拜託 局長 結合我們民政局 來去 我們的里長 林長 來結合 我去拜託 我們局長 是不是跟民政局 來結合 林長 里長 來讓這些 真正要需要我們社會局 來 誰做的 做這些 真的需要的人 來去得到溫暖 我覺得 這是在這裡 拜託 這位局 這方面 是不是要 要加強這個腳步 是 是 這個是 提供 讓 別人不要誤導 不要讓他坦聲誤會 局長 我提供我們做參考 是 謝謝 謝謝 張漢中議員的執行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